第三题 右图是铜在空气中与氧气反应的情形 则12公克的铜在空气中完全与氧气作用 需消耗氧气多少公克 我们从图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当我的铜有4公克的时候 我会称成的氧化铜是5公克 那么根据池量守恒定义 我们知道反应前总池量等于反应后总池量 所以我们就知道铜要加上的氧气是1公克 所以4加1才会等于氧化铜5公克 那么现在我们的铜有12公克 所以是3倍 所以我的氧气也需要3倍 也就是所谓的3公克 因此我们的第三题问我们说 需消耗氧气多少公克的时候 我们答案选的是B 3公克